大家好,我们是月光新闻台 我是小记者曾晨欣 我是小记者许葳祥 你有听说最新的消息吗? 南韩政府计划在2025年度 扩大医学院的招生名额 真的吗? 那我不当记者了 我拼一下也许有机会哦 你别闹了 我这是另类医生耶 大家为了不跟我见面 大家会努力维持健康身体 哼,不跟你瞎聊 听说这已经引起了医界的巨大反弹 那些实习和住院医师开始罢工了 这次的罢工对医院的运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还可能导致公位危机 我想 他们罢工的目的是争取改善医疗环境 对吧 是的 他们主要是为了解决工时过长 薪资过低等问题而罢工的 你知道吗? 根据统计 男孩的实习和住院医师 每周工作的时间长来80到100小时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每周工作达100小时? 这是什么概念? 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学生从8点开始念书写功课 不间断的到晚上10点钟 然后连续7天,没有周休2日 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的天啊,真不敢想象 我完全打笑要拼一下南韩医学院的念头了 而且南韩在某些地方医疗资源短缺 城乡分配不均 除此之外,医生被告风险极高 也是一个需要被重视的问题 难怪我听说到2035年 南韩将会有1.5万名医师缺口 光想到如果我牙痛 找不到牙医就害怕 更别说重大疾病的患者了 政府扩大医学院招生名额的措施 似乎只是治标不治本 要考量的面向很多呀 而且扩大招生 年经医师也担心竞争更激烈而影响收入 请问到现在为止 罢工的医师是否有任何回应 截至目前 只有极少数参与罢工的医师回到工作岗位 这对医疗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政府呼吁罢工医师因正式医疗缺口的严重性 早日复工 政府只有呼吁吗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应措施 包括可能对罢工的医师开罚 商请专科医师与教授填补罢工医师的空缺 开放军级音乐给人民就诊 以及扩大工位机构的营运时间等方式 想让医疗系统尽量维持正常运作 哇 那真不敢想象啊 在台湾 医疗算是很便利 但每次感冒去看医生 我记得都要等好久 小小朋友还能去医院外面搭摇摇嘛 我只能呆呆的看医院里的新闻频道 所以啊 南韩医疗系统大爆炸了 他们不是等待时间很长的问题 而是根本没有机会看诊 需要动手术的患者频频被医院拒绝 慢性病诊约不到诊 那最近的状况如何 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可能一时半刻解决不了 4月1日 韩国总统尹锡悦 就医学院扩招及医疗改革发表 对谈话时表示 扩招2000人 是政府经严密计算 与医疗界充分讨论后得出的结论 是最起码的扩招规模 那不就等于他拒绝医界要求政府废除医改 他还呼吁医疗界因立即中断非法集体行动 难怪你说这件事不会这么快落幕 听众们如果想知道这件事的 后来的发展 大家别忘了关注国际新闻哦 月光新闻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